在上一堂课跟各位提到六度当中的所谓的缠纳 也就是禁律 它也就是我们一贯道里面的三宝心法 三宝心法 哦好练啊 我初做一个调查 有在练三宝心法的举手 举高一点嘛 你们手也没那么短 OK 哦 数目字蛮多的 好 请放下 超出我的想象 我以为大概就是一位跟两位之间 那这一个功课 前行们要去想办法去学习 这个对我们心性无名的破除 心量的开展有相当大的注意 那这一种功夫也绝对不是一蹴而成 它是需要今年累月的有没有 才能够有些微的一个火候 或许早上再过来的时候 还在想到 假如我用二十年的时间来研究经典 可能可以交出一个还不错的成绩单 能够经文朗朗上红 但是用二十年的时间去练三宝心法 我衡量自己还未必能够踏入到门内 这就是告诉你三宝心法的难练 为什么 因为人心 我们现在所谓的道心只是不作恶 多行善事 我们的人心是潜伏在那里的 然后一旦我们沉浸的时候 人心就不自主就冒出来了 你刚开始一定从恶念开始 会起心动念不好 然后最后你要什么 把恶念转为善念 然后最后有没有念不起 用五字真言取代 最后五字真言不见 直接回到玄关一窍 最后玄关一窍不见 通体都是一个你 最后的一个最高境界 就是你跟虚空天地万物同而为一 这个只是这一段话 我只能从经上的叙述文字 来跟各位前嫌分享 我自己也不知道 可是前面那几个步骤 它确确实实就是你练三宝心法 一个循序渐进的方法 因为后学用这个方法 我在思维我过去这段时间的修炼的过程 所以要练 一贯道的尊贵 就在三宝 三宝不是拿来解释给人家听的 解释给人家听 就是将来死掉回天对三宝 那个就一点都不宝 后学曾经讲过很难听嘛 死了以后什么最宝贵 有一个收仔也在坑内喜费 埋在土里放在塔里 我们不是讲入土为安吗 是不是 那个时候那个是最宝的 真正你要让它成为宝费 是它能够让我超生了死 生死从何来 念重新起万法重新生嘛 所以三宝就是让我们去除邪思妄念的工具 成就了就是界定慧 接着来看 然后也没有什么 前面谈到这些你看 没有所谓的忍辱对不对 然后智慧然后 波罗蜜什么叫智慧 智慧里面本来具足一切 对不对 智慧是为了度鱼吃的 那请问你 智慧里面有鱼吃有无名吗 没有啊 既然没有无名 请问你还需要智慧来去破它什么 也不需要 对着无名我们立一个智慧 如果没有无名 连智慧都不需要立这个名下 然后波罗蜜 波罗蜜是出生死苦海到达彼岸 智慧不生不灭 请问你哪有此岸彼岸之别 来到人世间一点灵光入体 这个色身肉体有生灭 色身有生灭 灵性还是不生不灭啊 对不对 既然不生不灭 请问你何有出生死苦海此岸 到达涅槃的彼岸都没有 他的意思就是如此 好 所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一百一十四页 如是乃至 非达达阿杰 这个是佛号如来的意思 非阿罗赫 阿罗赫也是佛陀的十号之一 叫做应供 佛的德性非常浩大 足以经得起人天的应供 世间的众生以供养佛陀为毕生的荣耀 三界的天人也以供养佛陀有庙 为自己进入佛道的最好的一个机会 这个叫做应供 实际上阿罗汉另外一个名号 也叫做应供 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阿罗汉 能够修成一个阿罗汉三界不入 就足以值得人天供养 所以应供不仅仅是佛的十号之一 也是阿罗汉的另外一个名称 非三爷三仆 三爷三仆就是政变之啊 一般若能生八万四千法 八万四千法从心所生 所以这个一般若叫做十项般若 八万四千法 四出世间所有一切法 都涵盖在八万四千法之内 所以自信他能知一切法 对不对 这个叫做三爷三仆 那这个知还是正知 正知就是不偏的意思 我们有的时候还会有邪思望见马 错解经文的意思 就像后学讲的嘛 这个灵性还有分后天还有分先天的 是不是 那后天还要分哦 欲戒射戒无射戒 那到底是哪一天的后天之灵呢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叫做邪知啊 非大涅盘 涅盘就是极灭 极灭就是灭掉一切无名或业 然后能够如如不动 那自信没有 自信没有货业 自信没有三毒 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叫做涅盘 都没有 我们讲涅盘得佛果嘛 然后非常乐我尽 都不是 都不是意思说 今天我们的自信 甚不真烦不减 与这些毫不相干的 不因为不修 我们的自信 我们的自信 少了 不因为我们修 我们得到我 德是失而复得 自信从来没有失过 请问你得从哪里来都没有 自信本来就藏了我尽 不是不需要透过修 而去什么 而去具足他的 这就是破我们修之后 还会得佛果的这种心 所以在我们金刚经有一份在讲 无受无得 释迦牟尼佛问须佛提 你认为我在燃灯佛所有所得佛 对不对 我得了吗 我得无上正等正绝了吗 我得无上大涅槃了吗 有这么一段对话 无德 有德就是成诗 那这一句话也是就我们心性来讲 自信本来就没有生事 自信本来就涅槃 对不对 他哪有什么德 无德可讲 都没有 所以以上俱非 前面讲的非什么六根 非所谓的六成 那是就世间法而言 自信清净无染 义法不利 世出世间法都不利 这个叫世就是世间 初就是初世间 世圣地 对不对 世圣法 然后什么 世间就是六凡染法 这个是世圣 世圣法界里面的净法 这个是染法 自信跟染净毫不相干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如来杖 我们的原民本心 这个叫做空如来杖 自信里面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要把心干净到这样的程度 可是如果我们干净到这种程度 又很容易堕落到断面 顽空当中 所以我们一提到坐禅 大家就怕 哎哟 怕死人 收在那个地方 每个都空 错了 那个是让你进入的门境 你能够真空 才能够起庙游啊 对不对 你一个瓶子里面装的满满的 你东西就再也不进去了 所以真空才能够生庙游 接着我们就来看哦 后面就会谈哦 以上俱飞之后 一百一十五页 极星极空极地极水 这个极就是不离 前面以上俱飞 这个叫做真空 释出释间法 一法不利 到后面进入到极的时候 叫做不离 那个叫做妙有 能生妙用 所以这边是谈体 后面就在谈用 你看我们的传心法药里面 他有讲这么一句话 谈经里面六祖惠能大师也讲 他说自信清净无染 没有方圆没有大小 这个无我打错了 没有长短 方圆大小 方就是四方 圆就是圆滚滚 这些都要有像可看 我们才能够判断大小长短 是黑是白嘛 自信无形无相 不是讲大道无形吗 他又怎么可以让你辨别出这些东西呢 都没有 自信没有谜 烦不简 圣不争 也没有物 无肉 没有烦恼 所以也不需要修什么无为法都没有 了了见无一物啊 自信里面无人无佛无众生 都没有 心佛众生有没有 都是一心里面所变化出来的 回归到真如自信 大家都一样 所以大千世界海中欧啊 欧什么水炮 那这个海是指什么 什么海能够把大千世界搬挂在里面 不是自信法海 我们的自信大海 能够把三千大千世界放在里面 不过是一粒小水炮 为什么 因为心生万法 日月星辰 一切依报世界都是从心所生啊 所以所有现象界 眼见的一切 各位前年是我们的心 变化出来的 大家会说我摸起来那么真实啊 有屋子 有人啊 会暖暖的啊 所谓的心变化出来 就是所有你见的一切像 它是因缘和合当下 暂时所有的一个幻象 一个假象 一段时间过后 它就不见了 那请你告诉我 人世间所有举摸所见的东西 哪一样能够更补偿存 没有一物啊 所以那个叫幻化 那这个近的好坏 由心变了 最简单的说法 过去生起心动念 造作什么样的行为 这一生的所处的生存的环境 它就有好坏天怨之别啊 所以不要被三千大千世界的 这些虚花假景迷惑 它不过是你真如自信 唤起的一个小水泡而已 一切不如心真实 所以回过头来 修到要修心了 你往外找那么多的东西 不过回过头来 寻找自己的真如自信 那才是人生一大乐 那才是眼前 我们来到人世间 唯一的任务之所在 那那些责任呢 责任是我们要了的缘 义务是我们的本分 真正的工作是修 用这些责任 用这些缘 来练这一颗心得 所以了解到自信 如此的浩瀚广大 干净污染 我们要怎么修 才能够正入 这就是答案 怎么修才能正入 那讲来讲去 各位浅浅 他就是这么一句话 无心啊 就这么简单 一切时钟行柱坐卧 但学无心 我连心都空了 请问你 你对境就没有任何的作用 但是不要以为它是顽空 是你对境就不起私心妄念 一切境了然于心 但是心是如如不动 念三宝心法 就能够让我们暂时拥有这样的一个境界 我讲暂时是因为功夫还没有到位 你保有的这么一个美好的境 它是短暂的存在 等定功消失它就不见了 那个时候你看这个世界 它真的是美好 我们才会理解到 当年阿难 问尊者问释迦牟尼佛 他说老师 您说这个地球 这个世界是光明像流离一样 可是我怎么看 有高山起伏 有大海 有蛙线之地 到处都是崎岖不平 为什么你看的跟我看的不一样 我们不也会这样子吗 今天一个心情好跟心情不好的人 同样看一样东西 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佛住在法信土当中 法信土就是自信的长极光镜土 看一切景致 它是一样的 我们人在凡夫 在欲界当中 住在我们的人心当中 随着人心的高低起伏 所有的一切外境 我们就着了不同的颜色 就有了种种的分别 所以能够学无心就是无人心 无人心就长道心 人心不见道心就行 所以对静恋心是一个方法 但是静度紧就是三宝心法 动度人也是三宝心法的什么 一个公用在起行的时候 我们行诸在外面的火候 就是内在的修为有多深 但能无心顿袭诸缘 外面一切静 与我而言毫不相干的 所以就能够做到 终日不离一切事 不被忘记过 是让我们最后 借由练三宝 然后让我们走入人群的时候 不要被各色各样的人事物 弄的心里面忐忑不安 这是静度紧 目的是为了能够动的时候 我能够起大用 那用呢 用完了 摄用在归体 又回到这一心的如如不动 你看这个境界要多高 那要用多少的时间去修行才能成就 后面就会讲出来了 所以我们再来看115页 当我们能够终日不离一切事 不被忘记过 这个就是后面的妙用 极心极框极地 极水极风极火 这是不离 不离世间所有一切事 我前面不是有提吗 终日不离一切事 不被忘记过 那这些地水火风啊 六根啊六成啊 后学就再也不解释了 来这些掩饰界 对静的时候 你不生心了 不起分别了 所以 这个一切上面讲的 事出事间 一切巨飞 团体 现在一切巨集是谈用的 所以 后面讲 极名无名 我们看经文116页 极名无名 名无名境 如是乃至 极老极死 极老死寂 这一段话 各位前贤 所有的极 以事聚集 事出事故 及如来葬 妙名原心 前面谈的以上巨飞 是谈的空如来葬 自信本体 与这些毫不相干 事出事间一切法 都不能够影响到他办好 然后 有这样的修为之后 我们才能够深入人群 才能够行 度化大众的一个功能 一个时效 那一切的事出事间一切法 都是妙名本心所起的大用 随缘所起之用 所以这边是谈用的 佛门叫做不空如来葬 你在经书看到 空如来葬 那个空是形容我们的自信本体 谈到不空 就是什么 真空生妙有的妙有 你能够起大用 这是大修为则 但是这样就够了吗 还不够 后面又来咯 当我们真空生妙有 终日不离一切事 不被诸进祸 还要离疾离非 事疾非疾 法事出事间一切法 也全部把它放掉 里面的心空染 空空染 没有任何的染拙 这个合起来叫做 空不空如来葬 体用合一的 这就是后学刚刚前面讲 色用你要归体 体用是要不离的 无不从此法界流 无不归还此法界 法界就是真如的意思 那都是告诉我们 要先明明得 你才能清清心明啊 空如来葬就是如门 明明得功夫 苟日心日心又日心的功夫 不空如来葬 就是让我们行外王 清清心明的一个功夫 能够有内圣 能够有外王齐头并进 我们才能够止于至善 那就是空不空 体跟用要合而为一了 偏一就是不对的 所以二圣跟外道的人 手空 凡夫只有 在现象界里面去打转 那因为里面不空 所以外面看到什么东西 做什么事情 过的都走到来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走入人群 我们没有拥抱人群 我们跟人群的距离 越来越远 本首越来越多啊 这边看不好 那边看不惯 不好不惯都在心里面 日积月累的 陈在那边 所以冰冻三死 非一日之寒 六万多年的寒冰啊 你现在什么 真的要把它化掉 所以离极就是叫我们离友 你不要直现象的一切 你不要直现象的一切 这个法 人事物 看得到的叫做设法 看不到的叫精神 心理的感觉 叫做心法 这些都是骗人的东西啊 静是虚妄的 对静起的心 当然也是虚幻的 所以你要把它离掉 离就是放掉 不要执着在那边 不肯 不肯丢了 离非就是离空 却那些二圣的行者 却那些外圣的行者 却那个不能够什么 发菩提心 度化大众的修行人 要离开空障的非一切法 你成空守级就是不对 因为那个叫做顽空 那个叫断面空 那个不是真如自信里面的真空 那不是佛所说的空 在顽空当中 在断面空当中 是万物极灭不准生的 不准生我如何能起大用 那个叫做骄牙败走 所以你练三宝心法练到后面 只顾自己了 还要守住自己的静 你要切记哦 有这个念起来 立刻要把它扫掉 那个只是让我们培养自己的内在的心量 让我们有学养 然后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 透过正极而后才化人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你要离 离 离 然后世级照有 在人群当中 承担事物的当中 用我的真如自信 照见一切万物 那个照就是了解 一切人是万物 心与静的会合 它也不过是个因缘法 所以不要被这个因缘法 不要被这个炸起的幻境 把我们这一颗真如心给牵动了 所以我们就能终日不离一切事 不被租进祸 那就是你在走入人群 在责任负起的时候 时时刻刻要起一个观照的作用 我起不好的念了 我有称困 我有不满了 然后就往里面照 真如自体里面 哪有这些的无名存在 有这个无名都叫做妄念 妄念是我要去除掉的东西啊 我为什么让它来左右我呢 那不是让假人在做主吗 是这样子的起观照的 非极是照空照空障 所以这个都是修行的功夫啊 这个是最上圣的功夫 这个是六度波罗蜜里面的波罗度 你要讲的时候 就是要进入到这样的层次了 那是真正菩萨的波罗 那样子才能够去破 最初的一品生相无名啊 所以谈到了空如来藏 是真如本体 不空如来藏 是自信起的大用 空不空如来藏 是体用何而为一 这一个内心 本来就具足这三种 这个叫做手刃炎定 所以谈禅定的功夫 是最后能够在行驻坐卧的时候 有没有 十四颗颗真性抬头的 那是最终的目标啊 那是最高的一个境界 但是你入手达不到这样的火候 所以眼前在自己的家居生活里面 要学会沉淀自己的情绪 我还不称它为禅定 我称它为沉淀自己的情绪 因为情绪 喜怒哀乐爱怨症 我都不能够把它淡化掉 你怎么能够守住真心 真心在哪都找不到 因为那个都是妄心的情绪作用 所以人人本具弥补自觉 当起观照方能人物 一旦你悟了之后有没有 离极离非 为什么 自信本定不假修成 这个自信本定不假修成 就是这一段话 本来具足的东西啊 可是在人世间的时候 你不修有没有 你就是不能发挥它的功能 展现不出来 这一段经文 不会很难啊 但是太多的书 专有名词有没有 前嫌会搞混 没关系 多听几次就好啦 我们接着看117页 接着就是释迦牟尼佛 在跟这个 他们在对应 他说佛的一个境界 成佛 就是这样子 一切聚集 一切聚非 离极离非 但是 云和世间三有众生 三有就是三界的众生 即初世间身为圆绝 我们讲凡夫直友嘛 小生的人直空啊 成吉守空 以所之心来 彻度如来无上福体 我们现在最难够 去了解佛所讲的境界 我们认为不可能 那就是因为我们都在人心彻度 这个所之心 这个所之心你看看 有所就是有一个对立的 有所就表示还有能 能所相对是阿赖仪式的生命心 所以所之心代表生命心 代表人心啊 我们常讲 欸我都知道 那些但是我都知道 我里面有一个我都知道 外面有我都知道的事情 这不是表示说 自己很厉害 这表示说 还是凡夫一个 还落在世心的作用当中 所以你看我们在佛堂里面 或者其他宗门都不称我 称后学称弟子 称墨学就是要免除一个我像 好 我们觉得很难去理解佛的境界 那是因为我们在人世间 后天的一些学习的经验 让我们把它当成是真的了 比如我们在人世间我们讲 腹肌母血合合之后 十月怀胎 这个小孩子出来 才是正常的 对不对 如果七月八月出来 那个叫做早产儿 那如果十个月的还不出来 医生要催生 因为这个小孩子在肚子里会闷死啊 可是我们读老子的历史 老子的母亲怀他 怀什么 三年 是不是啊 61年 哦81年 书上记载老子的母亲怀老子怀81年 所以老子出生头发都白了 你就来好怎么可怕 一个肚子顶了81年 我顶十个月就受不了 对不对 佛经上记载 佛陀的儿子罗侯罗 在他妈妈肚子里住了六年 他才出生的 所以因为罗侯罗的出生 他的母亲耶稣陀罗 差点要被人家给杀掉 被国王杀掉 认为他不守父道 释迦牟尼佛已经到雪山学到了 出去了六年这边生一个孩子 跟当时世人的经验合不起来 就表示你不守规矩 佛陀知道 知道罗侯罗的来历 他为什么来历这么奇特啊 他本身就是古佛在来 他是法身大事 八地以上的大菩萨在来 当然他来的管道就不一样 那为什么要四线驻胎六年 过去世啊 过去九远节以前 他曾经去堵那个老鼠窝 喵齿把他打掉 不让他走出来 我不是跳过去要给你打掉 因为现在戴德最大的烦恼就是老鼠 我不是故意要把你吓到 我是想到这一个故事 他把那个老鼠我塞住 我让那个老鼠跑出来 所以那是多生多劫之前 后来要视线成佛 他都要受这个报 在他妈妈肚子里 不见天日六年 所以你才了解啊 千万不要欺负别人啊 我们你丢出去的东西 真的连本代理都回来 这是经书的记载 那以我们现在讲 那哪有可能 一些书读的高的人有没有 就否定了 所以印光大师曾经讲过 经书里面有诸多不可思议佛奖的境界 我们在读经要怎么办 照单全收 不要用凡夫的锁字箭去测渡 我们古人讲 人生七十古来西嘛 六十岁就开始准备一口棺材摆在家里面了 不死就一年突一层漆 我还听后学 还听自己的父亲讲过 过去在山东就是这样子啊 还是有钱人才有资格做这种动作的 那个就是他们将来的豪宅啊 对不对 那现在还有人做这种动作吗 七十古来西嘛 七十以前我们说 哎呦 靠人啊 那瞎子 对不对 过去活到七十不简单啊 那你猜猜看看 高家所山还有人活到多少岁的 是不是 所以永远不要以自己那种狭隘的知见 去揣拓佛陀圣人的那种境界 很难想象 打我左脸给他右脸 对不对 吐我一口口水 我还不能擦 擦了怕你不高兴 让他自然干 最好你打我我自己倒 因为省得你出力气 这不是米勒佛 米勒菩萨讲的话吗 世间哪有这种人 如果按照我以前的标准 这种人叫做窝囊 对不对 没有力量反击 才会让人吃狗狗 过去无面白土理的时候 都会这样曲解 现在才知道 那就是受到人相关的境界 现在要开始欧 于是就开始回想 过去生到底吐了人家多少口水啊 不要讲过去生 现在这一辈子 没学到以前 做了多少伤人的事情 要拿出来算 要拿出来忏悔 免得将来恶报现前 只是讲 用这样的心去测渡如来的不思议境界 你当然就永远离佛很远 诸佛如来来人世间 就是要来破除人世间众生的凡夫的知见 你不把这种知见舍掉 你就很难去超越 所以后学到现在 说实在话 后学常常在习惯性 如果讲课一定要留下稿子 因为明年在道物中心 地方上这边有金刚经的B班的练讲 所以金刚经要整理出来 那个金刚经整理其实就是我们活活恩师 从华堂出的那一本 加上憨山大师 把他的字放大 然后把他的编排的方法 稍微做一个调整 那还有一本叫谈真录 整理谈真录的时候 给后学带来很大的一个负担 为什么 他里面有道家的练心的功夫 我昨天坐在那个地方五个小时 我在想一句话 九转金刚 五个小时想这句话 因为我没有在道门里面修行过 你只有片寻书籍去查资料 在那个过程里面 我才发觉自己里面欠缺太多了 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祖师贝尔庙 真的是心性明朗的人 心性明朗随心去启用 无以法不了然于心 他就能够解释的那么透彻 他解释的东西 我还要想尽办法 才能够去理解他所说 所以面对我们的学到的过程 永远不要认为我们知道很多 以自己的所知就论断别人是无知 用一个所谓低心学习的态度 我们是比较容易受应的 所谓学海无牙马 活到老学到老 一方面让自己不要共高我慢 再一方面有没有 这样的学习 才会为我们的未来生 墊下良好的基础 这本书会在12月再交给各位前写 因为还没订稿 后面还不知道要再做几个五小时 后面就简单了 最难的突破后面就简单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一确处无心 假如我们真的能够做到 把这个人心给去掉 你就没有烦恼 所有的烦恼都从一个心锁起来的 所以烦恼由心生 你把心放下来就没了 菩提是为了对应烦恼而立的 假如没有烦恼 菩提也不必立了 所以为什么讲无知呢 六度波罗密里面讲无知呢 因为佛说一切法 度我一切心啊 我若无一切心 何用一切法 你没有烦恼 就不需要学圣灵的东西来修行呢 所以释迦摩尼佛你问他 他还有法吗 他没有 法是为了对治 没有生病 就不需要吃药 所以讲这么多的法 最终的目的 是让我们找回 那个最真实的那一颗心啊 找回真心 人心就去 人心去掉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各位其实你看哦 118页 譬如琴瑟 空喉 琵琶 这些都是乐器 没有吉他 没有钢琴 没有电子琴 所以这个东西可能我们就 你如果常常看古装电视剧就知道了 那种吹在前面的 琵琶是王昭君 大家都清楚 琴瑟这些都是弹的 弦乐这些都是弦乐 虽有妙音 这些的乐器 虽然本身都能够发出很曼妙的乐曲 但是如果没有一双很好的手 没有那个功夫去弹 发不出来 楼下不是有一个古真摆在那边吗 会弹的在那边弹出声音都很好听啊 那都是能够Doremi合成一首曲子 那个不会弹的在那边悄悄打打 真的能够人玩 那就是我 因为在座连阿哈有没有弹出来 都还能够有那么一点点味道 我真的弹不出来 所以尽管有那么一个好的乐器 如果不善于此道的人 乐器是没有办法施展它的作用的 佛陀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人人周聚如来本性 对不对 本性当中聚足了一切的妙用 但是你如果不透过修行有妙 你不能够灭无名 这个自性的妙用是不能够显发出来的 所以前面说不用修自性本有 后面告诉你若无妙修 终不能显妙用 不思的不用修的是本体 道本不用修 淡漠污染 体是不用修 那我修什么 修后面的无名灭掉 让它能够起妙用 让这个真如自性能够流露出来 让它的妙用能够展现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你就要修了 所以所有修的功夫是修灭无名 把无名给灭掉 把无名给赶走 所以如与众生亦复如是 你们在座的每一个巴罗汉 跟人世间的众生也是如此 保觉真心各个圆满 每一个人保珍贵 绝就是什么本绝 绝而不迷嘛对不对 本来就不明的这种真心 每一个人都具有 信中的万善美德也从来没有欠缺 但是如果暗指海印发光 海印是一种三昧定功的意思 佛一切实无不在定中 所以他没有出根入 没有出定没有入定 阿罗汉还有 阿罗汉有没有 我们讲八万大劫之内知道 八万大劫以外不知道 所以佛是藏在定中 藏在定中 案子就是 当他需要起妙用 起妙用不是佛要起妙用 是众生有求佛就有用 他要起用的时候海印发光 无一用 无一用不是真如自信所起的 真如自信所起 那么真如藏在定中 真如本来就如如不动嘛 他就能够起妙用 发光光就是妙用啊 但是乳占举心 成劳掀起 那我们呢 这个乳就是指众生啊 还有与会的阿罗汉啊 举心就是起心动念 先有烦恼 成劳叫做烦恼 小孩子也有烦恼啊 要上学啊 妈妈又要上课 今天又要考试 那我晚上我回来要吃什么 对不对 那太太也有烦恼 对不对 先生不知道在外面 会不会受社会的诱惑啊 先生在外面工作 是不是有这种 所谓的 因为经济的问题 公司有裁缘啊 都会有烦恼 起心的都是烦恼 那茶咖嘴一个海印发光 一个掀起烦恼 一个在三昧当中 就不受外境的影响 所以终日不离一切事 不被租金或 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终日有庙 终日虚于不离烦恼 茶咖嘴原因就在于 没有透过前面的修有庙 它不能展现功能 所以人人身上 都有模拟宝珠啊 可是大部分的人 在没有学到以前 是弃而不用的 学到以后 让它展现功能的机会也不多 脾气毛病在 习性秉性 半点都不愿意舍 这就是我们修行 最大的问题之所在 不愿意舍 昨天晚上 后学张兄 就送了一个红包给后学 因为我跟他讲 出国要费用 结果他就很有良心 就把红包包出来 我怀着感恩的心 收下红包 因为比我的旅费还要多 多的话当然都欢喜啊 我还有大小自别 因为有像可以看 今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 有没有 就去准备早餐 早餐一准备的时候 他要动 我说你不要乱动 我说你付给我的钱 只能坏得昨天晚上 我用感恩的心入眠 然后用感恩的心 把这些餐 把你准备好 但是你后面的举动 就已经超过 你金钱所隐含的 一个含义了 如果要继续和言悦色以对 就请你 请我怎么样 源源不竭 红包进来吗 虽然我们在打趣 其实当他我那个手拨出去的时候 是真的已经 就觉得 哎呀你不要爱手爱脚啦 那个也是烦恼啊 嫌人家爱事嘛 开始的那一念 不是真正的要打趣哦 不是开玩笑 是真的嫌人家爱事 后来人家提醒我 请不要忘记 昨天我带给你多大的恩情 我们马上回忆 那个所富有的东西说 交还给我的东西 交代给我的东西 我已经用着感恩的心 带着入睡了 那清醒之后 有没有就不见了 我们很容易被外面 一点些微的小事 有没有 那个心就不平 所以这虽然是一个小笑话 但是实际上在日常生活 有太多类似的情境 那如果坐公车 车行走 对不 这个世界糟糕 不多等一下子 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坐车有没有 坐到那个什么 那个所谓的 什么坐啊 博爱坐有没有 上来一个年纪很大的人 后面有位置他不坐 他偏偏站在你旁边 真的有个气息啦 是不 要站起来不高兴 不站起来良心又不安 你只好站起来 我前两天坐在不爱坐里面 我突然有一个很欢喜的心 我现在终于可以不用坐起来了 因为我头发有白了 我六十岁了 除非看到比我还要白的人 有没有 那我就要站起来 其他看到五十岁啊 那个我都不用理他了 当然大肚子我还是要站 所以白法有这么好处的 从来不知道岁月会带给我 这么珍贵的一个经验 我的意思是 日常生活里面 太多微步足道的事情 都是我们的烦恼 前程往事 从来忘不掉 好的记不得 坏的忘不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由父勤求无上绝道 这也是在讲那些阿罗汉 其实佛在赫赐那些阿罗汉 是演给我们看的 你们这些小僧的人啊 不认真去修啊 得少为主啊 有没有 跳出三界就觉得很高兴了 那个只是有余涅槃啊 变异生死未了啊 还执万法为时有啊 所以贪恋小生的成就就洋洋自得 这个叫得少为主 这段话是从哪里出来 在法华经里面 化成品 释迦牟尼佛曾经 讲过这么一段故事 因为众生的根性啊 有利盾之别 有的人可以讲大法 有的人不可以 你跟他说哎呀要抛头颅 撒热血有没有 把自己所有的给人家奉献出去 你才能够去成佛 有的人真的做不到 听起来就怕死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嘛 我们讲硝烟解液 忍入行的时候有没有 不要说哎呀我要忍耐 那我的小蚊该涯 我的液都跑到你那边去 这是讲在最高的境界 你不要起这种信念 那你其实你刚开始去成就 别人的时候 譬如说今天厚雪刚进入道场秀 你看我脾气不好 你就可以告诉我 那我如果经济有看到 老人如果跟我们招台的时候 我们也给他应声 有没有 这可以硝烟解液 要不然东西都跑去 什么人把你骂 什么人都跑去压去了 这样想起来很渴望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我就恨死他了 坏的都跑到他家去 我怎么不高兴呢 不忍都要忍 这是入门的功夫没有不好 但是后面你要自己觉悟 这个心念是不对的 这是自己心量不够大 所以佛陀在教化这些弟子的时候 他也大会周章 所以对于那些小僧的人 看到这些人懒洋洋的 不能走长远路 有没有 于是他就告诉他们 他说你们修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 你们出了三界 出了三界有没有 那就已经是涅槃了 就已经达到不生不灭了 就很好了 于是这些小僧就接受了 原来只要不对劲不生心有没有 那么这样就可以达到就可以了 所以化成品是这边来的 可是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境界修为之后 再过一阵子佛陀就讲这是不够的 这是有余涅槃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 这就是佛陀教化人的技巧 所以我们给人家的一个标准 谈到最后的定功一行三昧 行住坐卧都是不动心 动中要取尽嘛 对不对 可是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你不可以用这么高的标准去衡量别人 我们要去配合别人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在佛堂常讲要尊敬三宝 我们的真的尊敬三宝人吗 我曾经在佛堂看到这样的例子 哪一个佛堂不能讲 比如说我在那边磕头 在那边参加 道卿真的很认真 变五人去那些活动 这是不可以的 现在已经这规矩有了 应该不会犯了 对不对 那是很没有礼貌的一件事 你在责任负起但是时间不对 你要等人家参加完毕 离开了你才能够继续你的动作 你可以停别人不能停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诵经就是跟法宝不离 三宝里面的 法宝是佛陀的经典 圣人的经典 那道经在诵经的时候 你要捏手捏脚的 你不可以大声宣化的 我看过很多次 有人坐在那边诵经 这边就那边寒暄搜地 那个声音是大有没有 就差点没有拿个麦克风到外面去卖把布冰激凌 然后就在人家旁边这样走过来走过去 这是很不礼貌的 你认为你很尊重法宝吗 你不重啊 你遇到人家在诵经 遇到人家有这个动作 合掌要赞叹嘛 我就走过去 我就稍微轻身轻脚 我不能不走嘛 但是我声音小一点 我动作小一点 让人家在能够一个很安静的环境里面 完成他修行的功夫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就是尊重三宝 那这一点还很多人在犯 你如果跟你说的时候 哎呦你受到人本来就要动中取境 这一句话打死多少人啊 意思是说我给你吵 你让我吵到是你没本事啦 这个话真的是很可恶的 所以前嫌不要讲这种话 我也知道要动中取境 但是这个话不应该由我们嘴巴里出来 那是最后的境界 不要小看这些细微的枝节 这个都是我们在学到的场合里面 尤其佛堂你要懂的 所谓的尊重三宝 都从这个细节流露 所以后学的先生晚上诵经 我就不出他的 我就不出卧室门了 我在屋里面看我的书了 为什么 尊重他在诵经 这是互相敬重嘛 互相成就 我做功课 在细微的地方都做不好 这个是不应该的 再看119页 前面佛图已经讲好了 不勤求无上决道 接着 傅容纳又问了 他说啊 傅容纳言 神我与如来 宝绝圆明 我跟如来 您一样都具有圆明的本性 真妙尽心 真就是不变 妙就是有妙 它的妙用是不可思议 不可测度的 静就是干净无然 四个字就把我们的空如来杖 讲得清清楚楚 无二圆满 无二是没有差别 佛与众生没有任何差别 而我习遭无始妄想 但是我 这是傅容纳自称 我过去无始节来 遭受了妄想的一个污染 为什么用无始 因为找不到开始 我们来人世间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叫无始 为什么来的 从哪里开始的不知道 那这个诸妄想是什么 妄想一定从第六意识心所起的 第六意识不离第七意识的执着的 所以谈妄想一定加什么 执着跟分别 一样的 有这样的一个分别执着心 于是我们就有生死轮回 傅罗纳在问世尊 本来是一样的 为什么后面 我遇到了这些的 所谓的 因为起心动念的不对 我在轮回 六道轮回里面 无法跳脱生死 而今 经得甚甚 有未究竟 虽然现在投入佛门 在佛陀做前学习 但是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 世尊诸妄一切圆满 但是佛陀你一切的妄想心 都已经灭除了 独妙珍藏 一真显露 生灭灭雨 极灭现前 这个叫做什么 独妙珍藏 生灭就是什么 一切的妄想心 妄想心 十有十无 那个叫做生灭 极灭就是灭除了一切妄想之后 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如自信就出来了 他说 敢问如来 一切众生何应有望 致必妙明受子伦理 这就是我们所有的答案 一切众生本具佛性 本来可以成佛 为什么会出来一切的无名呢 然后让我们在六道里面轮回 现在要大费周章 打本还原 要开始进行修 为什么 答案就在后面了 一百二十页的经文我们就看了 所以佛告附罗那 辱虽除夷 余祸未尽 你的初祸已经灭掉 但是戏祸未灭 我们讲无名有分 见思而祸 见思而祸 叫做初祸 显而易见的对跟错 你可以辨别出来 但是为戏的无名 这种戏祸 你还没有除掉 意思说 你对道理的认识还是不够的 所以我以世间现前出世 近乎问我 这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教化的一个常用的方法 就是用眼前现象界的一切 来引导修行的人 去见相明理 他就举了谁 他就举了谁 举了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眼若达多 这个故事就是从人眼睛出来 他说辱其不闻 你难道没有听过这么一件事吗 他说啊 在世罗城中 有一个人叫做眼若达多 有一天早上起来 以镜子来照脸 这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作息嘛 对镜来正一观嘛 结果这一个眼若达多 在对镜子的当下 过去一些天都没有事情 那一天照镜子的时候 越看越觉得自己越来越漂亮 有没有 眉目可见啊 他就爱上镜子里面的那一张脸了 哎呦我哪眼睛这么像的 有没有 咱也是这样啊 咱家的公子 咱娶的母子 咱感觉有什么样的 母子无名 为什么有夫妻脸 因为都是照自己的脸去选的 了解吗 天天对镜看到自己 看到外面的人长得跟我们很像 有没有 我认为她是爵士的美女跟帅哥 其实那是一个反思的心态 因为我看镜子里面 我就是白雪公主的那一个后女 我是最美的 别人都不美 所以你选的是人世间最美的 所以你看每一个男的在访问他 要结婚的时候 我讲要结婚 婚后再问他就不答了 哎你为什么选你老婆 我觉得他是人世间 所有女人里面最美的 结婚的当下问 这答案比较还有一点点 可以听 再过几年 那个答案就不能听 我那怎样 太冲动了吧 是不是 那女人也是这样子啊 所以那个没有结婚的人就是没有自恋狂 所以人世间找不到他喜欢的人 我们黄奖师啊对不对 我们周杰啊 当然不能说大家结婚都有自恋狂 应该严格讲 圆啊圆在那边啊 当然自恋也有一个心态 要不然你就不会选一个跟你长得很像的 这个叫夫妻脸 那眼若达多也演得这么出戏 但是他不是爱到另一半 他爱上他自己 觉得这个哎呀太美了 于是参折几头不见面目 这个头真笨啊 这么美的一张脸他为什么看不见呢 他问题出在哪里 他的脸不就长在他的头上吗 对不对 但是他怪他的头看不到他的脸 这就是一下子神经错乱 有没有 袖斗 我们称袖斗 那请问你有原因吗 没有原因啊 我们只能讲他吃错药 对不对 所以他认为不见面目以为此媚 无状狂走 我这么漂亮一张脸 我的头竟然看不到 是不是有什么妖魔鬼怪有没有 在那边阻挡我 不让我的头看到我的脸 他们无形界有东西在扰乱他 于是吓得就到处跑 在城里面 士罗伐城里面 他到处找什么 找他的头 找到他的头就能看到他的脸 他认为他的头不见了 头不见的时候 看不到那张漂亮的脸 那他的头跑到哪里 被那妖魔鬼怪拿走 所以到处去找他的头 所以他就释迦牟尼佛用这个故事 就开始问弗罗娜 请问你 这个人为什么到处突然疯狂似的 往外面去跑去找他的头呢 弗罗娜说 那有什么原因 这个人就是狂嘛 发狂嘛 癫嘛 对不对 哪有什么原因可讲 我们的无名也是这样子 没有原因可讲 我们常常起无名 尤其是困到人家 钱到这方面问题少 在那谁谁谁谁 他好像想到三十年前的往事 请问你眼前有那个劲吗 没有 啊想到那个高兴的有没有 就嘻嘻笑 想到先生送我一个什么东西 就在那边乐不可知 想到先生过去讲一句谎话 害我这样处处 你就气得钥匙不活 眼前好像一个 一个洗脸盆 还是一个洗衣服 跟你的劲都不相干 你突然想到了 请问你什么原因 事后问一问 没有原因 就是想到了 就是跟这个一样 所以他叫做无死无名 找不到原因 找不到原因 你就找不到时间点 不知道他从哪里开始的 他说佛言啊 妙诀明媛 本媛明妙 我们这一个妙用无穷的决性 他是圆明的 本明本媛啊 本来就是大放光明 本来就具足于雀 这两句话 都是在形容我们的真如自信 那你既然称无名为妄 妄就是虚幻 虚幻就是不存在的 跟梦一样 那请问你 那哪里有因呢 有因会生果吗 对不对 虚幻的东西哪里有因啊 海市圣楼 请问你 哪有什么因 太阳光照到远方的河流所渗现 城市所变现出来的幻境啊 你要去找这个海市圣楼 他怎么会在这边产生 那个都没有原因的 所以若有所因 云和名望 如果有一个原因 他就不叫虚幻 叫做真实有 对不对 所以自助妄想 斩转相应 人在六道轮回的炎音啊 至于最初的一品 一念不觉的心动 那个叫做无死无名 这一个妄想心 斩转相应 无名不觉深山系 境界为原斩六处 这个叫做斩转相应 一个无名一个心念动了 没有灭掉 无名心念 再生无名心念 所以从谜积谜以利成竭 虽佛发明又不能反 所以六万多年有没有 以谜积谜啊 纵然活来人世间不断倒装降式 阐述很多的真理 但是还有很多的人 没有办法去接受 没有办法去走修行的路 所以谜本无根啊 没有根的 有根可以寻得到他的开始啊 根从哪里来 根从一粒种子而来 那个叫做阴嘛 那明 无名 他也没有独立的字体 如果有独立的字体 你就灭不掉 他叫做真实有 虚幻的东西有没有 本来就不在 觉悟了 他就什么 不在了 梦是虚幻的 醒过来就没有梦了 所以前面有引 原觉经讲了一句话 他说知幻即理不作方便 你知道眼前一切都是虚幻的东西 你放下就好 离就是放下 不作方便 哪需要用任何的方便法 八万四千法 都是方便法 不需要用到这些法 你离开了放下了这些的幻想 这些幻境 这些妄想 你就恢复你的决性 哪有动物哪有见物 放下就可以了 问题不肯放 是不是 或者放下来再把它提起来 这就是我们的惯性啊 如果放下来一放永放 就不需要三不离了 就是因为有没有 不能够彻底的把它断除 所以靠着三不离的熏悉 才能够什么 让这个火候放下的功力 越来越强啊 所以 那这一个出妄想 各位前仙 妄想是什么 这个谜是什么 多半都是这几句话 还是贪嗔痴啊 久远节以来 贪嗔痴 贪明 贪色 贪力 所以才让我们生死相续 贪嗔痴什么 三毒之熟啊 有这个贪嗔痴 就会让这个无名 无限量的发挥它的功用 所以人的无名的生 浅 就关系着你心性原名的程度 他就显出了五性 五性就是你显诸于万 你的德性的高低啊 所以一切圣贤皆以无违法而有差别 就是这一种话 那是金刚金奖的话 何为圣何为贤 就是无违就是谈你的真心 以你真心上面无名去化的程度 来定你修行的果位啊 那无名从哪里来 就是你灭摊的能力嘛 财色明十岁 大行都屌在里面 那这个摊的就很重了 那如果能够带一样东西 那这一方面的智慧就能展现出来 那从迷击迷 这一段话是在谈无名不绝 深山系的原因 那这段话的解释 比较简单 这是我们可以在什么 在圆绝经里面看到的 所以如果看能源经 有机会拿圆绝经去对应 会让你更容易了解 圆绝经比较简单 那这段经文我们就等到下一次 再跟各位前嫌做一个剖析 因为这段话里面也涵盖了一些的 所谓的佛学道义的基础 我们就摆在下一次再讲 谢谢大家 吧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